这位是我妈 这位是姨妈和玲玲 这边是奶奶 爷爷 爸 妈 小霞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也刚到一会儿 那咱们坐吧 坐 坐 坐 来 坐 你不坐 来 坐 来 坐 你坐 来 坐 你坐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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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坐 这鸟 她妈呀 来坐这儿的 咱俩爱的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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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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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咱们今天可是头一次见面啊 可不是吗 自从他们登记 我就一直没有机会来北京 这回她爸爸赶回来了 咱们两家算是凑齐了 小鱼呢 小鱼停车去了 那停车场的车位特别紧张 得等 你们是从杭州来的 对 昨天刚到的 我说小绿鸟怎么长得那么漂亮呢 原来你这当妈的就这么好看 就是 你看人家长得多精神呢 年轻的时候一定漂亮 小青鸟长得真像你 我们都老了 以后就得看他们这辈人了 小鱼 爷爷奶奶 你们去过杭州吗 还真没去过 那杭州在哪儿啊 杭州在浙江 您听说过西湖吧 那么一直在想想 哪儿都没去过 不过倒是听说过 有个西湖 得空多走动走动 您去西湖我给您做相当 谢谢 谢谢 那感情好 可是我们俩都老了 你看人家亲家 哪像五十多岁的人呢 长得多年轻啊 您也不老呀 以后有时间上我们家去玩玩 他爸爸要是不在 我陪您逛 好好好 那太好了 我就愿意玩 可是我们俩呀 岁数大了走不动了 让小鱼 小绿鸟 让他们替我们玩去 您一直在关爱工作啊 我们这专业的人比较稀缺 大学在国外都有合作合同 合同老解不了 好 我也想回来 我跟他爸都退休了 我们比不了你们呢 这个年龄还能工作呢 我已经五十多了 他爸也刚六十出头 往后啊 就剩下过日子了 您这大家子人 日子过得多热闹啊 我平时在家 在学校 就我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还不在我身边 真想像你们这么热闹 人多呀 操心多 老的小的 哪个不操心都不行 你看你们姐俩 一看就是有福的人 不用操我们那份心 孩子们都大了 他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张了 少操点心 心情还好呢 我哪能跟您比呀 你看 我们家的事 跟你们家的事不一样 您出门还打扮打扮 我早就没这心劲了 你也会打扮打扮 怎么了 这就看不顺眼了 亲家还挺逗的 您说 我再捣吃又有什么用呢 跟我们家孩子呀 操心太多 心累 你们多好啊 就青鸟一个独生女 丈夫又知道体贴 对您又那么好 你可什么 又没说你 车娘 这您都听见了 青鸟她姨妈也是 您看您也一样啊 就一个宝贝闺女 女儿多听话呀 养闺女就是比养儿子强 养儿子 白养 养儿子怎么白养了 小鸟多好啊 小鸟 最让我不省心的 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宝贝儿子 叶小鸟 青鸟母 小鸟那孩子多懂事 多乖呀 怎么会让您操心呢 我这个宝贝儿子呀 表面上看着好着呢 可就不让我跟他爸省心 原指望他一结婚 能让我俩轻声点 可谁承想 这一结婚 我俩反倒更不省心 气生得更多了 可也怪 不管他在我跟他爸面前 怎么不听话 可他在外人面前 挺招人待见的 他哪招着你了 这么说的 就是 小鸟人呢 停停 现在里面没有吃饭 小鸟这孩子其实真不错 有出息 找着这么好的工作 不光是人实在 长得也精神 还懂事 我跟我们青鸟说了 他眼力好 没看错人 这就是赵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就是 儿子 你哪儿不舒服啊 青姐母过奖了 我们小鸟不行 差远了 从小就没出息 现在更没出息了 我说青家母 像小鸟这么好的小伙子 怎么瞬间变成没出息呢 那听小鸟爸爸这个意思 难道是我们青鸟上当受骗了 我们人堆里挑了半天 结果挑了个窝囊蛋子废物典型 亲家 您太谦虚了 就是 好就是好 自个儿家孩子好 怎么就不能说呢 就是 我大孙子本来就好嘛 他爸呀 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不想在外人面前当面表扬他 不能让他养成骄傲自大的毛病 要不然呢 这以后他还怎么不断进步 天天向上呢 我们算外人吗 再说了 小鸟现在也不在这儿啊 也没当着他呀 对呀 小鸟呢 他怎么还不来啊 可能是找不着房间了 我去看看他啊 喂 喂 你到哪儿了 还停车呢 我刚停好车 正往里走呢 我从房间出来了 我妈刚夸你来着 你猜 你爸说什么 不用猜 我爸肯定说过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对呀 所以我妈和我姨妈不高兴了 正跟你爸掰似呢 你爸那边真的是毫不失落 不是 那你继续劝去啊 别把你妈给得嘴了 什么 我去劝 我能向着谁啊 你真逗啊 我就是绷不住了 所以就窜到外头来了 你真是错过了一场好戏 我跟你说 你快一点啊 你要再来晚一点 估计里边得出事了 我上来上来 拜拜 我这儿子啊 是让他爸给整的 从小脾气就古怪 你说现在呢 还越来越神神叨叨的了 明明啊 心里头喜欢我这大孙子 你说偏偏嘴不对着心 我爸从小就这么对待我哥 老说绝对不能自长他的气 阿姨 您别介意啊 我爸他就是谦虚 我这是谦虚吗 就是这么回事 你别跟着打打 来啦 来啦 小鱼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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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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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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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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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点水 爸 妈 热坏了吧 我给你删删 瞧瞧多好啊 我这大孙子媳妇啊 还真关心我这大孙子 他呀 比我好些同事的孩子可差也完了 你看人家老马家孩子 他在国外工作 挣美元 老马良考的前几天投门孩子去了 您说我呢 我这工作也不差呀 老马的孩子挣的美元 您要是换算一下 不定有我挣得多呢 呸 你挣的钱还不够你自己花的呢 要不是我出钱给你买房子 那什么 还有亲家 你们都得住露天地去 您这话说得有点过了吧 怎么着也不会住露天地去呀 我们青鸟嫁给小鱼 反倒住露天地去了 从哪儿也说不过去吧 再说了 父母出钱给孩子买房子呢 也不是坏事 爹妈奋斗了一辈子 为什么呀 不是为孩子吗 能帮孩子解决一下 他们一时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 这不是老一辈的存在价值吗 他们本来没有必要现在买房子 我们家又不是没有地住 现在哪还有年轻人 愿意跟老人在一起住啊 他们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再说了 两代人的观念呀 本来就不一样 住在一起难免会产生矛盾的 是不是 那就更应该住在一块了 调教顺了不就没矛盾了吗 青鸟既然进了我们家门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矩 出来进去让人看着 他怎么着得像我们叶家的儿 其不才行啊 亲家 这话好像不该这么说吧 小夫妻俩能互相适应 互相改变是正常的 咱们老一辈人就不要掺和了吧 这个我女儿呢 打小自由自在长大的 我跟她爸爸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调教自己的女儿 现在青鸟嫁给了小鱼 反倒像进了鸟笼子 还要让您先调教一番 这个我们听着不太舒服呀 小绿鸟那么乖 你还要调教她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赖我呀 你们不调教自己家孩子 可拦不住别人家 调教自己家的孩子 青鸟进了我们家门 那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 家长调教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不成呢 不光是青鸟 这回我儿子我也想好好调教调调的 你瞧她 自从登了计 根本不像个大男人 没主见 我能为一个 老爷啊 我听了半天了我说一句啊 什么叫大男人哪 老婆不能有主见 事实都得咱们说了算 就算大男人了 这可不对呀 两口子既然结了婚 一切事情就应该两个人商量着办 就算咱们事实都听老婆的 那有什么丢脸的 在我们家 我就有什么事啊 都听小鸟她妈妈的 还少操多少心呢 也没有事实听我的 还是商量得多 看出来了 你们老两口不光惯着孩子 还互相惯着 这也会说到点子上了 夫妻两口子 要是从结婚那天起 就能互相惯着 那可是打工程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只能有学问哪 你学问可做大了 都做到国外去了 你这是吃了枪药了 跟儿子过不去不算 还跟儿媳妇过不去 跟儿媳妇过不去 还不算 跟亲家你还过不去 你们都住口 看我就是她 娘儿她怎么冲着我来啊 爸 今天两家人坐在一起 咱说点高兴的成不成啊 菜都凉了 还这么不依不饶的 爷爷奶奶我都饿了 我也饿了 小霞呀 快点给亲家爹妈倒酒 看姨妈呀 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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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吃着 鱼儿 赶紧给你爸倒酒啊 好 喝着 我来爷爷喝着 她姨妈吃着啊 爸 您再喝点这个红的 行 我来 我来 行 好嘞 来来来 大家赶紧吃吧 吃完了上家里坐坐去 你喝点 我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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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你看看 一 二 三 来 现在看看 出了再往脚 对 这是出房 这出房 不太大 我执行 是不是要出去吧 你先去去去 对 先给爷爷奶奶吧 看看这个 二伯妈 执行吧 快点儿 快点儿 多大 我们看看房子 来看看这小鱼子 这就好 好 现在在公司当中副总了 是是是 人太多 屋子小 来 死烦没有人 来 这边坐 来来来来 静姐 来来来 这几条鱼养得挺漂亮 她妈就爱养这个 来 坐吧 好的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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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坐 来来来来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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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房子呀 是小鱼她爸以前单位分的 虽说不是新房子 可我觉得 比小鱼买的新房子 差不了多少 轻点儿姨妈 我们家 比不上你们家房子大 不过我们够住了 不错 挺好的 房子嘛 够住就好 老爷 我倒是觉得你那些规矩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全都是规矩 可是对现在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未见得就懂了 我看还是随他们去吧 是 我是推过岳法三丈 头两丈子都跟我付了 轻家 轻点儿姨妈 今天我们叶家可是三喜临门哪 哪三喜啊 这第一喜啊 是小鱼娶了轻鸟 二喜呢 是小鱼有了自己的新房子 我们请你们来我们家 就是想说说这第三喜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他们俩已经结婚了 这第三喜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咱们总算想到一块了 我催催我儿子 您催催您闺女 听您的意思 他们还不想马上要孩子 没问呢 不过他爸早说了 说让他们抓紧药 趁着我们俩身子裹好 我们帮他待几年 那可辛苦你们了 那还算辛苦啊 不辛苦啊 跟玩似的 妈 公司有事找我 让我现在回去呢 那我也跟你一块回去吧 我还有事呢 告诉你爸一声 那我们也先回吧 一走吧 奶奶爷爷好 我们先回了 那好 那好 爸 爸 我去休息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那咱们再聊 好